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上集我们说到有关香港买地的情况 地价有很多报道都说越卖越低价 今天就跟大家详细去分析一下 过去几年香港买地的情况 今天题目是买地持续低价及楼标多 买地总收入急降 近年买地的新闻是负面消息较多 举例如今年3月18日有传媒以标题 香港一商业地贬值八成卖出 分析认为战卖恐城趋势冲击库防的报道 其实不单是自由亚洲电台有这么负面的报道 包括《文汇报》在2022年12月21日 都以标题是地价大跌,详实低下限价23% 中标,启得地每呎6138元 到2023年2月25日香港01再综合过去多年的楼标数据 用标题为 卖地顺利或楼标历年经验有迹可尋 他的文章我引述一句 他就说2019至2021年间 九次推出商业地有五次楼标 并且集中在启得新发展区 到了3月就有一幅旺角洗衣街的商业地 地王 这次的拍卖成绩就非常轰动 买价更加震惊全港 比如说香港01就用标题报道 他说新地 预47亿奪旺角洗衣街商业地 每呎地价价3103元 低于下限16% 传媒很多都愚不惊人势不忧 相关的买地报道都是负面消息多罗罗 什么启得地价跌七成 旺角地价跌八成 大家在网上都是随处可见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有看过我 较早前的一条短片也有说 地价其实要分析去的升跌 有很多技术的困难 是不是大跌呢? 也有待更多数据的分析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分析地价的变化 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重温我的一条短片 题目叫做 启得地价下跌七成 连结放在下面 实际上地价是最难去搜集科学数据 去证明它的升跌 因为地价的因素差异 是成交量不足以去控制相关的因素差异 比较难作比较的 有关地价是不是真的大幅下跌 七成八成那些数据的说法 留在传媒去继续分析 或者留待有心人慢慢去研究 到时就需要对于每幅地皮的发展规模 地点、周边基建配套、正经环境等等的因素去做判断 但是客观的事实就是过去几年 卖地的总面积是大幅减少的 土地成交量的减少 这一项变成不增的事实了 我们看看灰色线就是各类用途的土地 就是各年的卖地面积 大家看到2016、2017年的时候 超过30万平方米 当时高达323805.2平方米 但是大家看到了 由2017、2018年到开始 就已经急跌超过一半 只剩下约12万平方米 此后就一直横行 上一点又下来 最低点就是2021年度 疫症爆发更加跌至新低 只剩下10万名4841.5平方米 虽然最近两个年度有轻微回升 但是仍然是站在15万平方米的水平 分拆做住宅用地的蓝色线 和非住宅用地的橙色线 大家看到主因也是住宅用地大幅减少所导致的 反而非住宅用地 虽然在疫症爆发的年份有一次急跌 跌了79% 但是接着又已经回到原有的升轨了 当然了 买地的面积变化 并非决定性 因为每块地皮的地绩比 都可以不同的 地盘面积小而已 一样都可以发展多楼面面积 地益比率高就可以了 所以买地总收入就更能够反映 买地的规模和单价了 所以不如我们来看看过去几年 在买地总收入的变化 灰色线都是包括所有土地用途类别的 卖地总收入 基本上都是呈下降的趋势 虽然有铁齿形 一年高一年低 但是基本上都是看到呈現向下的趋势 如果大家和2016、2017年比 当年差不多是1,100亿港元的卖地收入 此后几年都维持在约束 1000亿元一年上下的波动 但是过了2019、2020年之后 就看到大幅下滑 2020、2021年度 买地总收入跌到 约束500多亿港元 那就跌了一半的金额 可能大家会说 那一年是疫症爆发而已 所以呢 接着2021年就反弹了 但是一旦升到940亿港元左右 又再大幅下滑 最新2022、2023年度的 买地总收入 更加是 剩下300亿港元左右 这个比起 上一年度的900亿 就只剩下3分1左右了 而买地收入的下降趋势 主要就是因为住宅地的 卖地收入及降 大家看到 由2018、19年度的高位 约束800亿元之后 就持续下滑 骨齿形也看不到 一直跌到2021、2022年度 和2022、2023年度 基本都是横行的 两年都只能够 卖出约束200亿港元的住宅地皮 并未看到有增加供应 相反 骨齿形主要是来自非住宅用地 里面有一些商业用地 或者数据中心用地等等 所以骨齿 过去七年 其实我曾经最少三次公开预测 有关买地收入大幅减少 分别是2017年中 2021年中和2022年底 我先讲2017年 在立法会的时候提出 直接引述 就是说未来五年 香港将会有可能出现 经济衰退的危机 一旦经济下滑 卖地收入减少 但是基建工程的 储备基金就无法不结帐 届时就会出现庞大的赤字 短短约是三十字 经济衰退的预测早在2019年第三季已经出现了 而卖地收入减少和财赤 也正式在2021年度 在卖地成绩表和财政预算案 也得到确认了 政府在立法会曾经表示 过去多年 买地每年收入都超过一千亿港元以上 所以公务工程开支 是以每年一千亿元做预算 但是每年一千亿元以上的买地收入 事实上从2021年度开始 一去未返 这个总结表大家看到 2016、2017年度至2019、2020年度这四年 若莫总收入是接近一千亿港元 但是到了2021年度 就跌一半了 只剩下536亿 然后再到2022、23年度 就更加跌到308亿多 这一跌就跌了67% 那么这个308亿 就只是及一千亿 三分一都不到 这个当然了 2021年度就是 当时普遍都认为 是一个短暂的问题 因为疫症爆发而已 但是今次大家看到了 传媒就普遍都较为负面 对前景中长期的买地收入的看法 就较为悲观 不少的报导都以长期的买地收入下降 或者不看好 变成新常态的看法 当然主因就跟面包的价格 卖得不好 面粉价就很难价量齐升 近期楼价和写字楼 商铺的价格都持续低位不振 所以面包价卖得不高 面粉就很难价量齐升 那为什么会流标呢? 我在第二次的预测 2021年7月 《信暴财经》《月刊》 我就以提为 发展商动息先机 讲商业地贫流标 做标题 就讨论有关流标 现在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流标 上集我们说到 剩余估价法去估地价 所以我们就明白 其实地价就是面粉价 是根据楼价 即是面包价的盛余得出 所以面包的售价下跌 买面粉的厂家 自然会在招标的时候 调低材料 面粉的入货价 一般应该是楼价和地价 一起上一起下 但是因为面粉的供应商 就有招标底价的机制 所以如果投标商的最高价 都比供应商的最低价 底价的话 就会导致流标而卖不出面粉 所以面粉供应商 会不会调低底价 就决定有没有流标 如果多次都流标 那就会导致面粉供应减少 面粉供应商 其实就用这个底价去降低自己的损失 导致土地供应持续减少 提到流标 我们《信报》文章 其实就是想大赞香港发展商的预测能力 大家看看 早在2018、2019年度 已经有一宗商业地的流标 随后两年每个年度都持续有两宗的商业地流标 有些更加是重卖重流 反映发展商越出越低价 比如2021年度 当非住宅类的房产价格已经明显转跌了 卖地的流标就越来越多了 你说如果是2021年度 才去预测流标 那就后知后觉了 但是原来早在2018、2019年度 当非住宅类的房产价格如日中天的时候 写字流售价指数年年报折 冲上云烧之际 发展商在那时候已经在投标的时候 买商业用地都能够如此克制 情愿买不到面粉都要决定出低价 所以反映他们的预测能力之高 可以说是动息先机 还是有先人指路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客观事实就是 三年内有五次流标 避过了五次高位入货的危机 真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而第三次的预测就是 在2022年10月5日拍短片说 香港楼市卖地收入有多少 能否支付工程开支 当时2022年10月所得到的数据 只是卖地卖到2023年度上半年的卖地成绩 数据基本已经呈现 是远远低过上一个年度的卖地总收入 所以我就再次预测卖地收入下降 最终当然现在开股 不但证实了预测准确 全年卖地总收入更加跌到309亿港元 只是及目标1000亿元的不足三分之一 是成为近十几年来罕见的低水平 好,那今天的讨论到这里,拜拜